矮人小王子 矮人国的国王年事已高 无力再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和臣民了 于是他便把巡视任务交给了矮人小王子 在一个叫布鲁玛的村庄里 有个漂亮的女孩叫爱娃 矮人小王子巡视到这里的时候便喜欢上了她 可爱娃看不上矮人小王子 再说爱娃已经有了心爱的人 矮人小王子不断地给爱娃送礼物 可送的戒指和王冠都太小了 只能给矮姑娘佩戴 矮人小王子几次三番地去向爱娃求爱 爱娃拿不定主意 考虑再三 她跑去请巫婆出主意 小王子在去向爱娃求爱时 巫婆挡在了门口 我把一袋骨子倒在小溪中 你若能捡回骨子就能取走爱娃 王子和他的随从把倒在小溪中的骨子一颗颗的收集起来 王子还亲自把整口袋的骨子送到了爱娃家 巫婆接过口袋摇了摇头 说口袋里少了三粒骨子 怎么会呢 我们已经把小溪翻了个遍 巫婆告诉小王子 三粒骨子被三条小鱼吞下了肚子 小鱼又被一条大鱼吃掉了 你想把骨子找回来 除非先找到那条已经游入海中的大鱼 矮人小王子满心失望的回到住地 整夜都睡不好觉 第二天一早 小王子又来到了姑娘家门口 巫婆又上前拦住了她 巫婆将爱娃枕头里的羽绒洒向天空 说 王子 如果你能将所有的羽毛收集起来 就可以和爱娃成亲 王子和她的仆人们都来寻找羽毛 直到大地上一根羽毛都见不着为止 王子亲自把装满羽毛的枕头 送到了姑娘家门口 巫婆还是摇了摇头 枕头里少了三根羽毛 三只来自不同巢穴的乌鸦 把羽毛叼去为小乌鸦做窝了 矮人小王子难受极了 他回到住地抱着头 整整哭了八天 小王子不甘心 又去了姑娘家 巫婆告诉他 如果你经受住了第三次考验 你的好运也就来了 巫婆让小王子 把种下地的豌豆全部挖出来 小王子立马提着篮子下了地 豌豆挖出来了 巫婆数了数 叹了口气 哎 有三颗豌豆 已经被钻入地底下的三只老鼠吃了 姑娘的门被巫婆紧紧地关上了 站在门外的矮人小王子 久久不肯离去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姑娘的心上人近身打猎 被恶狼咬死了 出事的地方 只留下了年轻猎人血染的破衣服 善良的姑娘 失去了心态的人 痛不欲生 从此不再进食 没过几天 姑娘便离开了人世 村里人为姑娘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矮人小王子也和他的随从出息致爱 王子的眼中全是泪水 王子把王冠放在姑娘的坟头 然后带着他的随从 永远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 王子的眼中